大家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花形的勾法 这款小花样非常的简单 新手的话一看就会 然后就是用的短针 从包底开始一直到最后 最后我是没有做任何的勾边的 只要是整体下来它就是这个效果的 就像一圈的倒勾短针一样 然后勾完是勾了两个虾片缝合的上面 这款花形勾包包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它勾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密实 反面也是如此 非常整洁 然后大家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勾包包的话 就是用粗一点的线 勾出来的效果呢更好看一点 我这款呢是用的中粗的五股牛奶棉 这款花形起帧数呢 没有具体的帧数 就是大家随意起 根据大家喜欢的大小起变的帧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建议就是圈钩 片钩的话这个花形不太好看 因为我试过 片钩的话感觉没有这个圈钩出来的效果好 下面呢我们开始 我们从包底开始编织用的就是非常简单基础的这样椭圆形的包底 这里呢是我勾了三圈 然后起了12个辫子针勾了两圈的加针 这个椭圆形的包底呢就显得特别宽一点 因为勾的辫子针少 加的针数多 大家也可以去起的辫子针稍微多一点 少加一圈的针 然后呢就是把它这个包底做一稍微的窄一点 做一个斜花包也可以 如果勾这样的手提包的话 就是建议就是起的辫子针呢 适当的少一点 但是不能太少了 加针的话就多加几圈 它就呈现出这样宽宽胖胖的感觉 这里呢我起10个辫子针为例 然后我们加上两圈的针 这里呢是勾了三圈的加针 这里呢我要勾两圈 咱们就不用加太多针了 主要是演示这个针的法 没有具体的这个针数啊 10个辫子针勾完 继续勾一个短辫子针 再返回到第10针里 我们继续勾出一个短针 再勾出一个来 中间呢要勾出 不加不减的8个短针 勾到最后 我们在最后一针里呢 勾出三个短针来 然后又拐到了这一侧 对应的勾出8个短针 把这个线呢稍微的压一下 勾完8个短针呢 在第一针里 勾该勾出一个短针 这样呢 这个是三针 这里也是三针 好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勾出一个印8针 开始勾第二圈的加针 第二圈的加针呢 我们要在这两侧三个短针上面 都要勾出两个短针 一个 也就是要勾出六个短针 好 一二三 继续勾出两个 而中间呢 依然是勾出八个短针 七个 八个 又到了这一侧 加针区 一二三 我们在这三针里面呢 一共要勾出六个 两个 这个 六个 这样呢 加针就完成了这一侧 它一直勾到最后还剩下一个针目 还剩下最后一个针目 我们直接在里面勾出两个来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 就引8针 这样第二圈的加针结束 这样一个小暴底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继续往下勾的话 继续加宽的话 就下一圈呢 就隔一针 就是在加针区 新手的话 建议拿一个记号扣 做一下记号 就是在这六针 上面呢 再加针 隔一针加一针 这里也是隔一针加一针 如果再在下一圈呢 又是隔两针加一针 每一圈呢 就是递增 就是加三针 就可以了 一直加到自己需要的宽度 和长度 是这样的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花形的工法 第一圈呢 我们先勾一圈的条纹针 先勾一个变得针起立 我们挑离我们远的一根辫子 勾出一个短针 这样 这叫条纹针 就是两个小辫 我们挑外面的 这样勾出来的包包呢 它是底部呢 是比较好看的 看一下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圈的效果 大家把这一圈 一圈的条纹针勾完了 然后开始看一下 下一圈的勾法 我们开始勾出这个花样 首先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起立针 先勾出一个 未完成的短针 就勾到这里呢 大家就不要去挂线 勾过来了 然后看一下把线放在勾针的上面 然后再绕过你的勾针 这样转一圈 给它裹在这个两个线圈上面 我们把线这样勾出来 是第一针 然后第二针呢 也是勾出来 第二针 这样稍微的转一下 勾过来 好 是不是很简单啊 然后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然后把线放在勾针上面 这样 转过来 勾出来就可以了 第一圈呢 已经勾到了最后 绕过来 这是最后一针 然后呢 看一下 我们在第一针 就是在这根竖线 旁边 我们做一个引拔针 结束第一圈 这样稍微拉紧一点 这是第一圈 第二圈呢 依然是这样的勾法 先做一个起立针 继续在起立针的位置呢 做一个短针 勾到这里 然后绕线 转一下 勾过来 第二针的位置呢 是在两个竖线中间 看一下 每两个竖线中间 都要勾上一针 这里 然后呢 后面的勾法 就是一直重复 一直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 就可以了 慢慢的勾了 断了之后呢 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自己完成就可以了 勾到一定的长度之后呢 这样大家断线就可以了 包延的地方呢 就不用去再做多余的这个花形勾置了 直接这样就非常好看 非常简单 好 这样整个包包的主体呢 就勾置完成 看一下下面的勾法 我们先起两个边的针 两个 然后在第一个里勾出一个短针 我们这样 看一下 这一侧呢 又出现了一根线 我们挑出这一根线来 这样 过正上有两个线 继续绕线 勾一个短针 这样 这一侧又出现了两根线 我们把这两个线都挑起来 再给它拉出来 勾 短针 这样 无线循环 挑这两个线 勾出来 一直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 勾完两个下面之后呢 我们把它缝合到上面就可以了